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过去的周末我就是爬爬灶嘛 然后呢我就注意到几个这个党派他们的宣传工作呢 那个力度是越来越大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竞选的看板是越做越大幅 横幅也是越来越多 旗帜也越挂越多 那其中注意到的就是沙蒙GPS 还有这个沙拉越全民团结党PSB 在宣传的角力上面呢是逐渐的摆热化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候选人竞选的宣传力度 和他们政党这些财力是相等的 你越有丰富的这个财力 你在宣传活动上面的力度呢就可以更大 那在各个政党展示他们财力的同时呢 我们却注意到有一个热门政党 也就是公政党的宣传力度就比较有限了 然而大选前的政治宣传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政治新人而言 那不知道针对这件事情 现年24岁 属于这一届最年轻的候选人之一的黄培慧 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那欢迎这次出战N11巴都林当区的 公政党候选人黄培慧 来到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位将门之女 谈谈她的政治蓝图 欢迎培慧 培慧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黄培慧 我英文名叫 Cherish N.培慧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 我是Cherishy还是Cherish 所以我现在讲一讲 我是Cherish Cherish 是一个silent语来的 OK 好 那我们还是这横屋你陪慧 好 OK 我今年24岁 今年24岁 对对对 我是生了最年轻的了 在这一次选举啦 我身为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是蛮一个 不是很容易的东西 的确 不是很容易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敢去做 敢去推荐这些年轻人的 participation 在政治里 所以身为讲说 你说宣传的力量 对我就很想问你了 因为老实说 看到你的宣传的看板 是有的 当然是有的 可是跟其他的政党比 比较起来的话 就好像比例上 就少了非常的多 对对对 那你会不会很担心说 你看这么少的这个看板 会让可能选民 对你的印象 没有办法那么深刻 印象是印象啦 可是你要懂说 我们宣传这个东西 especially在报纸上 报纸登的 登的 news 这些全部都是 在现在的时间 选举的时间 都是很贵的 很贵的 所以我们身为 公正党 身为西门 我们你就得到 我们的funding 不是一个很好的position 所以你看到的 那些全部宣传在 报纸上 能够登到这么多 每一天 front page second page third page 为什么 我讲一讲 ok我讲一讲 因为我们这个是 有quotation的 跟记者上有quotation的 可以上到十多钱的 在一面上 十多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都知道的 你需要很多funding 需要很多funding and我认为啦 如果你是真正的 一个党位的人民 你不会用了 这么多钱 花了这么多钱 来去放在这样的心上 你可以 你说我没有 我没有宣传的 那一种力量 对 but it's only because 我们不想 我们没有这么的能力 来去 报纳 这些宣传 这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so even if 你很多newsworthy的东西 你可以post在你的 newspapers we all know that this all need funding this all need funding 所以我导回来 我就问一下大家 你看了一下 那些党 GPS跟PSB 你都 这几周都讲了 为什么他们 宣传会 那么厉害 flag啊 banners啊 都是用 好的木啊 好的铁来去做 为什么 他们有钱 他们有钱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不去争 我们很坦白的讲说 我们不是一个 很有钱的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后面 不是大财团 不是大老板 ok 明白 对吗 是 所以要去 怎样去 overcome this problem 就是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所以 你会经常做一些live 或者是拍一些短视频 有 都有 所以我觉得每个党 都会去做的 因为到 这次选举都是 很reacted了 我们很多sob 还有你知道 讲说巴都林当 这一区 不是 within 这个64个exception里面 所以我们是完全不能够 physical campaigning ok 所以我们会 就是 通过线上的活动 对 线上的活动 然后就是很多 调调一些棋 banners posters 然后那些 哇啦哇啦 我们放在车上的 那些speakers 所以 一点方法来去 怎样去宣传 ok 那其实我们就知道 培慧出生在 政治世家 你的父亲就是 弗罗安区的前州议员 然后同时呢 也是人民公正党 古静区的 主席 黄景和 那在这样的一个 家庭环境下 长大 你是从小就想过 要从政的吗 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吗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让你觉得 毕业过后就想要参政呢 我觉得一直以来 你都知道我的背景是怎样 我们的家里都是 在政治里面是一个很 我们很懂政治的东西 ok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factor one of the factor that我会参入政治 可是给我来说 真正真正 让我会要 参加 参加政治 是2018年西门营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被 被感动 我们突然间有一个 fresh hope 对 真正人 东西能够改变 我们变迁了 对 东西能够改变 哇我们 我当时候我在KL 你知道吗 因为我还在读的时候 大学 所以那时候的 情况 那时候的人家的feeling 是多么 很澎湾 是很热烈的 对 就是很 哇 人家给了一个希望 你知道吗 一个希望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 那一种的感情是 真正的推动我了 来参加一阵子 可是of course 那时候我是在大学 所以我就等了 我毕业过后 我完了过后 我才真正的回来 我一定会到回来 少要业 才回来 加入政治 所以你爸对你的这个决定 他是很支持的吗 因为你是马大的 法律系的学生 然后你才刚毕业 对不对 他很支持 他很支持 他不会觉得说 你应该要在职场上面 多打拼一下 多累积一些经验 才踏入政治 经验这个东西 是你自己来找的 自己来拿的 你没有try 你没有opportunities 来真正去加入 你是得不到 这些experience的 是 是吗 我们一定要有 given这个opportunity 来去做 我们自己去做一下 我们才得到 这个experience 所以我总是就 跟人家讲 你 你吐我一句 你讲说我没有经验 就是 你没有给我机会 来得到这个经验 我怎样拿到这个经验呢 对呀 这很像我们年轻人 每次去面试工作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任何年轻人 都会感觉到的东西 所以 我是有一个年轻人 我不是要其他 我觉得很多人 可是很多人 都是这样子觉得 我很讨厌 听到他们这样 一句 拖出来 就是讲说 你不够经验 你都没给我机会 我怎么会有经验的累积呢 对对对 这是 其中一个的原因 明白 就是你没有给到一个 opportunity 一个chance 来给我 得到这个经验 嗯 OK 好 那其实 你在求学时期 可不可以这样子想 其实你看 刚刚你讲到的 你的背景 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长大 然后你的爸爸 也对于你毕业之后 从政签的事情 也是很支持的 对对对 所以你在求学时期 是不是也会经常的 出席一些 跟政治有关的 民主运动呢 或者是 一些学生运动 对 有没有参加过 哪一些活动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蛮lowkey 很低调 蛮lowkey 因为我大学 我是在马来西亚大学毕业的 所以你知道讲说 我们那边要住宿舍呢 我们就要参加很多活动 所以一个东马的学生 我们在那边是完全 要找地方住都很辛苦 很难 因为他的那里的房租太贵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第一年跟第二年 都是在宿舍住的 在宿舍住 然后那一年 那两年呢 我就发现到 我参入了很多的活动 来让我能够住在宿舍里面 可是我很累 这是很累 我有时候能够 因为太多活动了 太多活动了 就有时候能够 八点早上上课啊 上课到五点多 然后过后吃了晚餐 直接就OK 其他活动 就有program啦 有这样training啊 practice啊 所以你每一天 就真的觉得 我觉得会很累 所以我就觉得 那时候不是这样的方法 来继续下去 所以我就第三年 第四年的时候 我就搬出来住咯 就第三年 第四年的时候 我就比较少 参入这些活动 所以我的 我的focus全部 我就放在我的 faculty里面 不是在我的宿舍里面 不过你的前两年的 那个活动 其实都是跟政治有关的吗 还是跟一些学会 完全没有关系 学会是 大多数啦 都是宿舍的那些 那些activity的program 所以很多很多种啦 就是有sunny的啊 science的东西啊 不一定会有政治有关 我当时候 我不是很想加入 这些university的政治 那个 学学啊 yesyes 我们在UMC 其实是有elections的 campus election 我们叫campus election 当时候 哇 很多我觉得 法律的学生 都会加入这些东西 可是那时候 我不是在focus on on政治的东西啦 不是focus on campus elections 可是我家有的东西 都是那种mood competitions啊 ok 这些东西啦 ok 那其实我们就知道 在大学里面 就是有一个法令 叫做大专法令 它会进一步 来限制这些学生的 集会自由这样子 然后近年来呢 这个废除大专法令 也是成了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 那虽然说之前 你在大学的时候 是没有参与这些学院活动 那不晓得 现在你毕业出来之后 你再回看 现在大学的一个 这样的情况 你会支持 要废除 这个大专法令吗 还是你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这个是奥姑吗 奥姑哈 所以那时候 even那时候啦 奥姑这一个的 issue是蛮大的 and 生人一个大学生 我是很支持他们 去弄掉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 even if我们是大学 even if我们是学生 我们还是有权利 来去加入政治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constitutional freedom it'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and你不能够 诸责我们学生 just because 我们是学生 学生 大学生 especially 我们都已经超肉 21岁了吧 对不对 所以完全没有理由 完全没有理由 就是我认为啦 这个东西是拿来控制 就是控制我们的 发言的一个权利 对 especially in public universities 对 而且我发现 好像很多的政治人物 非常担心年轻人 从政这件事情 我还记得稍早之前 就是沙拉越 土保党的副主席 阿杜卡里 他就鼓励我们年轻人说 你毕了业之后 年轻人 你可以先享受一下 轻松的日子 拍个拖都好 看个电影都好 或者是工作 累积社会经验之后 才踏入政坛 不要那么急 那其实你自己本身 是觉得说 政治资深的这些前辈们 当然就是应该要带领 这些年轻人 走入政坛嘛 那可不可以讲一讲 你常年和这些前辈 打交道 毕竟你在那个环境下长大 以你的观察 其实这些前辈 你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他们对这些 你们年轻的政客 都有什么comment呢 我觉得我 有contact的那些 比较老的一辈 是很支持我们年轻人 takeover 真的哦 希望你们来接班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这是一个应该的东西 所以你讲做 Abdukari那一个的comment 我真的 那时候我听到我看到的时候 我发疯哦 真的很火 所以你还希望他道歉 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很生气 我很生气 你知道他已经60岁了 可是他还是当着我们的 youth minister 60岁已经是retiring age了 所以他出了那一个statement的时候 我就在instagram那边发火 我就讲说 应该是你身为一个要retire的人 应该是你来去enjoy life了 you should retire you should enjoy life 你也辛苦大半辈子 你应该好好休息 你已经那边供了20多年30多年 你还不要给让位 是吗 就是来让我们年轻人来聘嘛 这个东西我们有能力 是吗 我们年轻我们路海长 我们还做得到 可是这些人呢 如果他们老一辈不退 我们年轻人没有机会 对 这是真的 不过你有没有听到一些 像你刚刚讲的 你跟这些前辈们打交道的时候 虽然说他们是还蛮希望说 你们可以接班 可是会不会听到一些 希望接班的同时 也会怀疑你们的能力 有吗 一定大多数都是有 所以我就讲说 认为OK 我是最年轻的候选人 可是年龄不是一个理由 对吗 It's not a factor 我们在政治里面 我们要的 不是OK 你几岁你几岁 而是你真正的懂 You have this 我们讲说 就是你有 政治上的一个成熟度 对 这个不是 不管年龄的东西 你可以18岁 你都很知道这些东西 你可以60岁 你还是很不懂这些东西 是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不是年龄的问题 不是年龄的问题 那其实也听到蛮多人 就会说 其实年轻人 目前都是对政治冷感的 对 特别是现在中选 可能很多年轻人 都不知道有什么政党啊 或是什么政治 其实他们也不理 那针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都是政治冷感吗 然后要怎样子 才可以让他们更加的关心 这些政治实施 我觉得不只是年轻人 现在的情况啦 after我们2019 2020的 Sheriton move 我觉得很多人都 对政治很冷感 这是 这是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fix and这个是因为到 那时候你就知道了 情况是怎样的 让到人家 很多人很失望 是吗 所以不只是一个 年轻人的东西 这是大家 很 我们 这是try we have to try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来去怎样 去convince人家 to care about politics and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and如果我们 没有去提醒 为什么政治这么重要 我们做工 我们做工的 工钱 minimum wage 我们买菜 我们做什么东西 都是有政治有关的 他们都会影响 对对 都会影响到 所以你要讲说 你对政治冷干 没有无关啊 这不对的东西 因为你做什么东西 都是有政治有关 为什么 因为是 你政治里面 你选举的时候 你选出来的什么政府 就是那个政府来去管 一个州 一个国的 governance 特别是 也是由他们来制定 很多的policy 对对 很多policy 我们job policy 我们economic policy digital policies 这些都是 政府来去 去决定 决定的东西 所以身为一个年轻人 我知道 不是很容易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 as一个年轻人 我这一次能够出来 来去选举 even though我是 很年轻 我希望我会代表一个 新的inspiration 可以代表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对不对 对对对 我有讲过 我讲说 我们需要有一个 青年和妇女的声音 职位 还有存在 在我们 32月的 周一会 周一会 对 你既然讲到妇女 我也是想到这一次的 这个周旋 女性的候选人比例 好像也是还是蛮少的 对吗 跟男性相比的话 当然 这个课题 我们可能下一次 可以再聊 不过我们就是 就着重来聊一聊 年轻的这个声音 年轻人的声音 那很多人可能 听到这里会觉得说 培会你自己本身 当然对于 这个政治的成熟度 的建立 主要还是因为 你成长的这个背景 所以很多人看到你 我相信你现在应该 还是会听到 人家会这么称呼你吧 黄景和的女儿 这好像也是 沙拉越的一个文化 看到你通常都 不会叫你名字 知道你爸是谁 知道你妈是谁的话 再说你是谁谁谁的女儿 对不对 所以你会很介意吗 自己被这样标签 我觉得这个身为 不只我啦 就很多的 politicians 他们的儿子 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经过 这个东西 How do you step out of your parents' shadow 对 Even 安华的女儿 现在 Nuiza 她到现在 四十多岁了 她已经在政治 好多年了 十多年了 她还是会被称呼 安华的女儿 对 可是这不代表 是一个坏事 你懂吗 不代表是一个坏事 可能人家只是 比较熟 OK 我爸的名字 安华的名字 这样子 不代表你自己 没有一个 identity 对 OK 那如果说 在政治理念上面 你和你爸 产生一些分歧的时候 意见不合的时候 你们都会怎么样 解决矛盾 你们在家里 会讨论政治吗 会 真的啊 会会会 在餐桌上面 一边吃饭 一边讨论政治 我可以讲啊 我们整家人 都是有 很有意见的人 我们都是 各个都是 很有意见的人 所以of course 讲说 意见不同的时候 会怎样 我们每一天 都是会 讨论这些东西 讨论 不是吵架 就是讨论这些东西 还有你就知道了 我身为是一个 法律的 学生 毕业的 毕业生 对 毕业生 OK 然后我二姐都是 一个 一个lawyer 我爸也是一个lawyer 所以我们 整家都是 律师家族 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 法律系的学生 他们就经常被锻炼 critical thinking 大家都在批判 一直互相 然后你要证明 你是对的 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 很healthy的 debat啦 criticism啦 是 是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encourage 我总是会 you should think for yourself 你知道吗 对对是错 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 什么是对是错 你应该自己会理想 有理想 来想 这个东西是对 这个东西是错 还是这个东西是gray area 对 自己要有分辨的能力 对对对 OK 所以你每次跟你爸 在政治理念上面 有一些摩擦的时候 你们会吵到最后 有一个结果吗 还是 就是放在哪 of course我们要有结果 of course我们要有结果 我们会 如果我们会有 不一样的 opinion opinion 什么东西 of course it's because we a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OK and when you talk about something especially when it's a problem you need to solve of course you must have a solution 是 是吗 对 最主要讨论 还是要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对对对 你不是就是吵 而吵 对对对 对吧 那其实在你们讨论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你自己的 通常持的一些想法啊 或者是理念 会和你爸爸 有很不一样的一个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 不只我会感觉到 这个是每个年轻人 现在年轻一代 跟他们的父母 都会有 生产一个 一个generation gap OK 一个generation gap 时代不一样 对 所以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 我们这一代 比较多是educated的了 educated A lot of us are diploma holders 读到大学的 所以我们跟上一辈的 长辈 长辈啊 这些想法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This is precisely why 我们会需要年轻人 我们会需要新人来去 continue我们这个的 这个的使命 你知道吗 我们真正的使命 我们一定要 我们要往前走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 下一辈来 来接我们的胃 你知道吗 如果这些老一辈的不走 我们就是在那边卡着 是 而且有年轻人的声音 非常重要 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年轻人的声音 就代表说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待一件事情 不要老是 你知道总是 在一个洞 一直去啄他 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会发现 为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就是因为你没有尝试 从其他的面向 对 去看待一件事情 来讲讲你和你爸 其实在政治理念上 或者是在一些诉求上面 你们经常有什么 不同的地方 哪一个例子 我觉得 多多少少都会有 这有很多东西 How do we approach 我们的campaign 其中一个campaign How do we approach 他可能身为一个老一辈的 老一代人 他们就会比较中重 讲说OK personal touch face to face的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一定要去到 去到社区的 对 握手 可是就知道咯 这一次的选举 就是SOP都是不一样了 对 因为到我们的 Covid situation 然后我们身为一个年轻人 我们的sopmap 我们的social media 上网的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他们长辈 就比较不守这些东西 比较不守这些东西 所以of course 我会要focus多一点 on social media 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那些details and这些details都是 because of generation gap 他会不会觉得说 你看 就是你尝试用TikTok 你尝试用这些 社交媒体 对 社交媒体 去传达你的政治理念 他们就会担心说 不够有效 就觉得 有用吗 会去质疑这一点 我觉得他们不会这样想啦 因为他们知道 后果是什么 他的能力是什么 然后他多么重要 对我们现在的社会 and我 可以讲说 我自己的team 是蛮多 有年龄的人啦 就是很有经验的人 可是他们就是 老一辈咯 就讲我所有的老一辈那样子 你身为一个年轻人 你就是要教他们 okay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这些那些 and他们 也是会教你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his that so this is what we call complementary this is how we work together 对 and你要 你要成为一个 你做什么啦 无论你做什么东西 okay 你都是要 有一个长辈 来带 新的一辈 为什么 they have the experience they have the wisdom and they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impart that wisdom upon us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我们 as年轻人 一定要死死根 对 这东西 我们有我们的招 他们有他们的招 其实是怎样 怎样找到一个平衡 平衡点 对 是 我真的说得非常好 其实就是 长辈一代 很年轻一代 都是要一直在互相的学习 还有交流 对对对对 从不同的角度去 出发去思考 还有解决问题 那这一次公正党 就委派你出任 这个巴都林当的选区 你觉得是出于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让你来到 巴都林当这个选区 我觉得公正党 一直以来都是 很推荐年轻人的 你不只看到在 Sara Yer 可是在马六甲 我们都推荐最年轻的 那是更 比我更年轻 21岁 对 所以我 我身为一个 公正党的党员 我觉得很 proud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我们需要 我们的党 来去推荐 年轻人 这是something that I feel 不应该 这是我们 人民共产党 可是其他的党 也是应该做的东西 就是推荐 比较多年轻人 所以 身为一个 年轻人 我可以被选来 做候选人 of course 我们被选的 这个 as候选人的 这个process 我们也是有KPI 我们讲说KPI 目标 对 做的有功 有结果 有后果 党就会 consider你 都会consider你 所以我 虽然我是新人 虽然我只是 参如 政治才一年多 我的track record I think speaks for itself I think speaks for itself 我 可以讲说 我是新人 我没有这样的fans 我本身没有 这样的fans 然后我们党 你就知道 也不是很有钱的党 可是我们还是 一整年 这整年 covid的situation 当我们mco的situation 我们能够帮到 三千多家 在古境 就是 with 粮食的东西 就是food it flood it 我们even 水灾的时候 今年水灾 很大的 三次 水灾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 proved 这些 底辣 枕头 这些东西 我觉得 as一个年轻人 我们就得到 这样的东西 是一个很 I'm very proud of this achievement very proud of this achievement 那其实古境 也是有蛮多选区 那你 就是被派到 单单 就是specifically 在巴都林当选区 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原因呢 是你之前 都一直有在 这个区域活动吗 我 我是 然后你爸 毕竟是 你知道巴都林 对 所以照到你说 照这个逻辑 应该是派你 出在你爸的 过去的 那个选区 这个不只是 一个党的 选择 这个也是 西门的 我们跟 跟火箭的 一个 一个corporation 跟Amanda的 corporation 所以不是 我要出 我就出 那种 就是有一个 一起分配 对 一定要分配 我们就是 that is the whole reason 我们会under西门 我们就是一个 corporation 明白 那这是如果 你就当选了 这个巴都林当 去的 州议员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 样的计划 去更好地提升 当地人民的 一个生活水平呢 或者是可能一些 基础建设 有什么计划 对对对 我今天早上 刚刚好 我今天早上 刚刚launch了 我的manifesto 所以我有 十条manifesto 我觉得 资料这些 全部都是在 我的facebook 我也是有live 然后 我觉得 我第三条 我最最重要的 第三个东西 三个东西 就是我们 青年跟妇女的代表 和加入 在我们政治里面 OK 第二 是我们水灾的问题 我们古境水灾的问题 你知道在 Sungai Tawang Sungai Mount 的area 一直都水灾 每一次水灾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会 feel到那个 那个结果是怎样 每一次水灾 我们下到 Tawang Dayak的话 一定 到脚 到我们的膝盖那边 是 所以是一个很 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十多年了 为什么还没有解决 为什么还没有解决 我觉得你 你身为一个 周医员啊 国会医员啊 你有这个能力 来去 推荐这些东西 你应该 这就是你的 这就是你的责任 对 你知道吗 You are You are the people's representative So 我觉得这东西 如果你十年 你做了YB 你还 解决不到这些 basic的东西 可能你就是 没有能力 可能你就是 没有能力 我不是讲 100% 你就是没有能力 可能有 其他原因 可是 10 years I think If you cannot solve a very simple problem A problem that's been plaguing people 这样 我要选你多 五年来就吗 的确 对吗 你十年你都解决不到 你觉得我嫁给你五年 你会解决得到吗 对 那其实 我们也知道 这一次这个 巴都林党选区的 那个竞选 是非常的激烈的 然后也有 像刚才 你就有提到 有一些已经是 当任十年了 像这个 撒团党的 是治好啊 然后还有 人员党的薛华东 然后还有一个 是肯亚兰党的 主席文立 像之前也是 曾经当过 这个选区的中 民治党的 这个梁绍栋 这个上也是 你这次的竞争对手 所以呢 你看到这四位 都是这个 政治大前辈 然后你又是 政治新人 有没有 所以你自己觉得 你的本身的优势 是什么 会不会跟你刚刚提到的 那三个 你的政治理念 你觉得这三个 也是你很重要的 算是一个 很大的武器呢 我一直以来 我都讲说 OK 我的对手 我都是很 有经验 都是长辈 可是 如果 为什么放弃 如果 我身为一个年轻人 我为了长辈 而怕 不敢做 这样我什么东西 都不用讲 知道吗 这是一个 challenge来的 身为一个年轻人 每一个人 不是 just 每一个人 都是会 经验过 第一次 first time in everything you have a first time in everything so this is the challenge that you have to take up 是吗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去做 所以 OK 你有长辈 有十多二十多年的 经验 可是 经验 is not everything 经验 is not everything especially 在政治里 你一定要有一个 principle 对吗 你对什么东西 你做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有一个 principle and 你身为一个 waki rakyat 一个representative 你对人民的责任 是多大的东西 是 对吗 所以你 你经验 你有十多二十多 三十多年的经验 又怎样 如果你 不能够 with hope 保持你的principle if you can even bestray your own principle principle then maybe politics is not for you and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我们人民 要的东西 你可以背叛你自己的人民 这个东西 我觉得 I feel very strongly about this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自己本身的优势 就是你是一个 很有 很坚定 你对于你自己的原则 你的底线 everything 你都是 很保持一致的 对 所以你 接下来就算 你真的 参政 然后 当了州议员 或 经历了很多的一些风风雨雨 你基本上是不会改变 你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吗 of course Wow 我觉得 我这个人是很直 我这个人是很直 我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会当的东西 我就会当到底 我不会当的东西 我觉得 是错的东西 我 做不到的东西 我就是 不会去做 可是你爸没有告诉过 你说政治是很复杂的 对 of course 我们知道 可是就是因为到 这么多年的 复杂 OK it becomes something that is politic 国度 我们讲说 politic and this is what we are trying to change 我们新的一代 不应该去玩这些东西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到这些东西 我们玩到这么肮脏 我们才有今天 才有马来西亚今天 才有萨埃的今天 为什么 身为 这么有钱的一个 州 我们还是这么没有钱 对啊 我们人民还是这么没有钱 到我们 没有钱 到我们路都没有 那种 所以这东西 OK 你讲说 政治是一个 很complicate的东西 maybe we should not make it that complicated 所以有事情简单一点就好 这是简单一点 直一点 不需要去玩那些 attacks we ought not to be attacking personality 你知道吗 关一个人的 OK 他的personal life 没有 无关的 我觉得无关的 你在政治里面 应该直一点 我觉得 我们应该推荐 新 新的法 新的一个 way How do How do we conduct politics How do we be in politics So我觉得 This is 我自己的opinion 我自己的opinion 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 玩得太久 玩得太黑 我们才 人民才 对政治 这么失望 是 对吗 那其实 Payquid刚才 一开始的时候 你也有说到 你一开始会加入政治 也是因为 2018年那个时候 成功换了政府 然后你觉得 带来了希望 但是其实同时 我们也看到两年过后 希莱登政变之后 其实很多支持者 都觉得很失望 对对对 所以针对这些事情 然后现在你目前 也是处在反对党 在公正党里面 你觉得你会怎样 和这些选民 来做个解释呢 或者是说可能 再赢回他们 对你们这些反对党 的一个信心 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因为到2020的 那个Sheridan move 就是让了很多人 很失望 不只人民 我本身都很失望 因为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很支持 反对党的 很支持师们的 那时候我们的 Hope真的是一流 所以当我们的政府 倒的时候 多么多人骂 多么多人失望 对 为什么 因为到我们的 国议员 我们的州议员 那些 叛党的 州议员 国议员 是吗 It's not just a federal thing It's not just a federal issue 那时候 跳的那些 YB 也是有这里的 YB吗 也是有州的 YB吗 只是那时候 他们不在 Federal Government 他们在State Government 可是他们 还是一起的 他们还是一般的 Especially 公正党 你就知道咯 那时候 跳的都是 Asmin Ali 巴鲁边 十字好 他们都是一流的 他们都是一般的 我觉得很多人 都不懂 因为我们在 Internet的东西 我们就很清楚 谁是谁的人 谁是谁的人 那一 那一群人 都是 support着 Asmin Ali的 还有Asmin Ali 做的 我们会倒 我们那时候政府会倒 就是因为Asmin Ali 所以这些 That's why我就讲咯 刚才我就 我就讲 你有经验又怎样 可是你没有principle 你没有principle 你到你人民 你自己的人民 你都可以背叛 所以这些东西 我希望啦 我希望人民会懂 讲说 OK 跳的 如果你还倒回去 选那个跳的人 我觉得 What's the What's the 把握 讲说 他不会跳第三次 第四次 他现在可以跟你讲 可能OK 他有什么理由 可能什么理由 他可能做到的时候 多几年 他又跳 他又给你另外一个理由 这个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人民会 够 够懂啦 够懂 对政治会够懂 We are educated people Badlin Danchi 是一个很educated的 population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民都会想 讲说 真正留下来 在人 公正党留下来的 是真正的 为人民坚持的 OK 好 那我们也知道说 这一次 其实 你出战这个 Badlin Danchi 作为政治新人 当然你也是有 自己的一些 政治蓝图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在翻 之前的新闻的时候 我们就有看到 你就有说 其实你是希望说 周选结束之后 新政府 必须要 看重 或者是着重 未来五年 沙拉月的 经济发展 那你觉得说 周选结束之后 新政府 当务之急 应该要 关注哪一个群体 比较多呢 群体 就是哪一群 群体 为了要刺激 我们的 沙拉月的经济 可能是 Young People 对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 或者之类 这样来说 我们一直以来 在沙拉月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 Rural Development 我们的 Rural Population 我们在 在古今 在古今 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 没有说很大的 Internet的问题 路的问题 有啦 有 可是没有 那么严重 那么严重 你 你 你compare去 我们的 Rural Development 为什么我 我们这么多年 五十多年 还是不能够 不能够 Go forward 就是因为 我们的Rural Population 被 副裂了 被副裂了 就是放了一边 这样子 放了一边 所以我就 身为一个华人 身为一个华人 我做工的时候 我的Client 很多都是大亚人 所以我跟大亚人 接触很多 我跟马来人 接触很多 也是 OK 我身为一个华人 我就是想说 跟大家说 华人 especially 接触多一点 我们的土著朋友 我们的土著朋友 原住民的朋友 你要去懂他们的 生活情况 情况 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困难 你才会 OK 你才不会去 为什么啦 你每次都 被买 因为他们买票 在Rural是很 是 很多人都是对 相远地区的朋友 都是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对 对对对 其实都觉得说 你们很像都 没有经过思考 你们为什么 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你们好像 人家给你们 一百块钱 或多少钱 就轻易地 就把你们手中 一跳 对一跳 埋走了 但其实很多时候 是因为我们忽略了 很多一些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东西 虽然一个 一个华人 我们需要多一点 理解我们的 大学朋友 我们马来的朋友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理想 我觉得 this is the first step we must understand our comrades our fellow Sarawakians 你知道吗 this is something that 我们成为马来西亚 这么多年 我们很少看到 就是因为我们政治 太racially divided了 就是种族分化 对对对 是 为什么 因为就是 这一般 这一般 喜欢把事情 弄得很复杂的人 对对对 是谁哦 这些 这些好像 马哈爹咯 这些好像 怕说 好像一般 马哈爹 今天早上 星州 第一面 你知道吗 他讲说 我们华人 说华语 用筷子吃饭的东西 对对 用筷子吃饭 好叹气哦 好叹气 真的 我身为一个华人 我真的是很 很生气 我听到这样的东西 我们已经 成为马来西亚 五十多年了 我们还是有这样的 这样的想法 竟然还在纠结 这个问题 对对对 还是在 在讲着 我们马来人 应该马来人的 这样子 我们华人应该 华人这样子 我们应该是 trying to unify 我们各种 各个组群 各个种族的 那个 可是 要团结一致 对吧 大家 OK 他的想法 很多 我觉得 especially他们 他们西马 西马的那种 种族主义 racially divided 的那种想法 是something that we don't want in Sarawar 的确 we don't want this kind of thing in Sarawar 我们一来到 或者什么东西 他们会感觉到 哇你们真的是 在咖啡店的时候 两个都 可以一起吃 档都可以一起开 这样子 所以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西马 and I am hoping I am hoping we continue this kind of peace 我们不可以用 用西马的那种想法 来带进我们 Saraawar 对的确 当然其实 如果我们要继续维持 我们这么和平的一个氛围的话 当然我们也是要有更多的通理心 知道偏野地区的朋友 他们的困境 回到你刚刚说的 要知道他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为什么他们的票那么难 那么容易就被买走 或者是他们对于政治的这一个 坚定的那个心情 好像不是特别的够 这个部分我们都需要去了解 所以可以这么说吗 新政府你会希望说 他们组成之后呢 要对这些 首先第一步 应该要先对 偏野地区的朋友 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提升 他们的生活素质 对对对 and我 不是讲说 给他们十千块 二十千块 no啊 我不是在讲说 给他们多一点钱 我们是在讲说 you develop for them you develop for them 发展那个地区 特别是什么 你觉得 我们第一个东西就是 路 我们路要 建好一点 做好 我们路是我们 第一个的connectivity 的way 如果他们在甘邦里面 他们没有路出 他们就是没有那一种的connectivity 对吗 辛苦就是在那边 他们路都没有 你不要讲internet internet 掉很多 可是没有internet bike很多 水没有 对 真的都是靠天水啊 雨水 喝水 所以 我觉得 这东西 我们要理解啦 我们要互相理解 这东西 我们 as我们华人 我们的困难是什么 大野人 他们大野人的困难是什么 我们要 相处 我们要会相处 even not just as sarokans 我们跟西马人 跟沙巴汉的人 我们也要 互相 理解 对吗 我们要理解 why is it that 我们到 现在 我们 even now 我们 GPS PSP 他们还是 挽着这个sentiment it's not racial sentiment 可是他们的 sentiment是什么 anti-malaya 是吗 anti-malaya 这个也是 another type of division isn't it rather than trying to unify us they are trying to divide us 你知道吗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it's the same old story 只是不一样的attack 不一样的方法 like attack 还有我最深切的是什么 他们就是 cut了我们 给我们一 sticker 公正党 和行动党 是million party 哦 你知道 西马的那个 是西马的党 对 所以很多人 看到你们就会有 这样的想法 我就想说 我就想说 我也是 sarokan 我也是sarokan 我在自己长大的 我在自己长大的 所以我虽然 一个sarokan I don't see it this way because 为什么 公正党 行动党 不是million party we are national party 对 national party 我们在Saba也有 Sara也有 西马也有 反而我们 我们公正党 跟行动党 在Sara 久过什么PSB 什么GPS GPS之前 还不是BN的 对吗 只是换一个名字 换一个logo 突然间 你是 你是party 所以我 我对这个东西 我就 每一次我就会 try to explain 跟人家讲说 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 错的想法 是 this is trying to divide us again again you know 真的说分化 这一招真的是 女士不爽 你知道吗 每次大学都会 他们就是 divide and conquer divide and conquer this is how they win 的确 而且这是最容易 激起大家情绪的 一个手段 对 你就是玩那个 我们Saraeat人 很愤怒 情绪煽动 对对对 他们就是 往这个风 这个风来走 是 所以我们身为 我们会理想 我们有理想的人 会想的人 我们就是要想到 这一点 我们 为什么Saraeat 有这一天 不是因为喜马人 是因为我们 自己的Saraeat的 leaders It's our Saraeat leaders that betrays us 不是喜马人 是吗 卖掉我们的 油的royalty 所以我们5% 那个是谁 那是我们 当时候的 Chief Minister Raman Yaqub 那一个Vesting Order 是他sign的 他跟Petronas sign的 这个孤立自己 孤立那时候 是Petronas 的Chairman吗 孤立自己 讲出来的 是他suggested It was a Sarawakian that sold our rights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玩了 这个风 我就觉得 明白 你可以讲 我是喜马党 可是 公正党一直以来 推荐 推荐我们这里的 候选人 我们的YBI 都是Saraawakians 我们没有叫喜马人 来这里 来这里领导 他们都不懂 对吗 所以我 对这个东西 我有时候 听到我会 我一定要解释 对 我一定要解释 这个是一个 一个tactic来的 Divide and Conquer 对 是 那希望陪会 刚刚的那一段话 那一段解释 也可以让大家 有一个机会 好好的去思考 好不好 不要总是 外面说什么 你就水波逐流 对不对 大家都有脑袋 大家可以好好的 去消化 去思考一下 那来到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问问 这一届 第十二届 沙拉越州选举 最年轻的候选人之一 问问你 如果说 可能听完这些访问 或者是看到你出战之后 大家都被你的身上的这个活力 或者看到你的这个政治的里面 给打动 他们也很想要 为改善本地的这个政治圈 想要尽一份力 但是 却没有背景 他们真的就是 nobody 好不好 就没有背景 没有支持 那你会给他们 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我就讲咯 这东西 你要有经验 你就是要来 try 是吗 only when you try only when you're given chance to try then you will have experience then you will become a somebody 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要给这些年轻人的 可能他们需要做些 什么准备 什么准备啊 来找我咯 是吗 来找我咯 我就是每次 this is part of the reason 为什么我在政治 ok this is part of the reason 我们需要多一点 年轻人 多一点妇女 来去参与 加入我们政治里面的东西 无论你是要什么party 都好 go and try ok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 你对政治有兴趣 go and try do what you want do what you feel like is right for you if you think that sara is worth fighting for then fight for it 好 wow 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能够访问到培慧 对 真是让我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年轻人的角度 去看待政治这件事情 的确 政治有的时候啊 真的非常的复杂 可能也许 就是因为这复杂 会让很多的年轻人 觉得很却步 觉得啊 我不想要 好麻烦哦 但就像刚刚培慧说的 其实 如果你不想那么复杂 你就加入嘛 好不好 就是你可以 把它简单化 对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 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把复杂的东西 变得很简单 对 好不好 政治 政治玩政治啊 是轮软出来的 嗯 是 当你有新人 多一点 不一样的 不同的角度啊 角度来来 来去 怎样 我们去怎样 do politics 嗯 OK Only then will politics change 好 是 是吗 嗯 对 那我们也很希望 这期节目结束之后 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 好不好 对政治 有更多的激情 好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 培慧上到我们节目 谢谢培慧 谢谢 谢谢培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